一千多元的机器也带避站功能 我们先打开它的一个背包 这是我们专业的一个旅行包 是我们的机器 它前方搭载是一个360的一个机关避站器 我们再打开它的云的保护罩 它前方搭载这个是我们的索尼的高清相机 可以拍着4K30帧的视频 电机配的是无刷电机 最高可算六级风 遥控器上面是假手机的 我们把它打开 下面的握把也打开 我们先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 我们再打开机器的开关 转一秒 按上面 然后连接上我们机器的WiFi 机器的WiFi现在已经连接上了 我们退出来 然后进入它的APP 点开始飞行 我们现在是逐船的画面已显着上面了 我们内巴解锁电机 左手往上面推 或者一键起飞 咱们的飞机就缓缓的上升了 松手咱们飞机就悬停在空中了 我们把它稍微飞高点点 左手控制它的上升很下降 下降 然后左边呢 就是我们的飞机头啊 向左边转 向右边转 右手呢 控制它的一个方向 来前进 后退 向左边走 向右边走 操作就是这么简单啊 如果说你要下降的时候怎么办呢 咱们下降的时候只需要把我们的左手油门杆 一直往下面拉 直到我们的飞机螺旋架停止转动 它的相机还可以上下90度的调节啊 搭载的是一个4K的相机 咱们来个50倍的一个数码变焦 非常非常清晰啊 功能也是非常的多 带防烧飞行 直点飞行 有跟随模式的首次拍照 还有我们的一键反航轮功能啊 想了解更多点一碗头像 pleasure k 过よね 不管